这个司马南呢,老说他是我的老朋友,其实倒是不错,因为大概我帮助他帮助了十来年的嘛,从他默默无闻,以前是职业骗子,到我把他培养成人,确实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,但是现在又要强骗子,而且骗子非常厉害。 你比如他这个过春节的时候,他发一条微博,说要这个反对美帝国主义,发完20分钟就上飞机了,就跑到美国和家人团聚,就过节了,结果在美国那机场把脑袋给瞎了,得了个绰号叫司马家头。 这脑袋一家照片一出来,就露笑了嘛,大家就说你反美斗士,你干嘛到美国去过春节,不在家里。 他说,他说到美国是生活,反对美国是工作。 我说,真该让这个美国的这个什么中情局啊,移民局啊,让他们知道,就这种德行的人,这个你们不管呢。 后来他们说,他们不管,因为就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,行动自由的国家,他愿意怎么做,怎么做。 我是觉得这个网友,如果你们看了我的这段视频啊,我建议你们去检举他。 为什么?我觉得他就是破坏中美友谊的祸首。 他在网上是个五毛头领,他帅着一帮大大小小的五毛极左义和团,天天攻击美国,天天攻击美国。 不是说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叫给美国递刀子吗? 他就是这么个人。他就给美国递了刀子,美国就说,你看,你们老百姓都反对我们吧? 你们老百姓受了蛊惑,不明真相,都来攻击美国吧?都让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不好吧? 这司马南就是那带头人。 所以你们把这个告诉移民局,如果移民局说无所谓,这个还可以,还自由啊,那我这有一批五毛,我都给你移到美国去。 我提出了达赛区。 我快递刀子。 好了,谢谢。 别人。 我快递刀子。 不是脖子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